這個人工智慧基礎的第三個部分 那我來幫大家複習一下 總共有哪三個我們需要了解的部分 如果我們今天要做一個人工智慧模型 首先我們要先定義一個Predition Function 或者定義一個函數級 定義一個Function Set 定義這個Function Set 定了以後裡面只剩參數可以動了 那個函數的形狀就不能再動了 這個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那我們在第一節課 就是兩節課前我們就在講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下一步我們學習的是 如何去定義損失函數 或者我們的優化目標是什麼 這個三節課的最大概是 估計法給了我們很多理論基礎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定這個優化目標 好可是今天我們要教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如何優化 如何找到極值 好在兩節課以前 我們找極值的方法是透過解連立方程式 對不對 這個微分完之後 求偏倒函數的連立方程式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連偏...連微分都不用做的方法 就可以找到極值在哪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這個方法 也有另外一個方法是要求微分的 一個方法是不用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不用求微分的方法 好不用求微分的方法 叫做馬可夫練蒙特卡羅法 這個...這個名字齁 就是...這個名字就是... 我現在跟大家解釋什麼叫馬可夫練 什麼叫蒙特卡羅 也沒有任何意義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來跟大家講 這個方法就簡稱MCMC啦 馬可夫練 蛤? 為什麼MCND什麼東西 沒事好 這個...這個...那個... 這個...這個... 這一個MCMC這個方法 這個...呃... 它其實是一系列的算法 那其中有兩個人提出來的最有名 叫做Metropolis Hestine Agronism 那...這個方法它是怎麼做的咧? 好... 在我們開始... 求解前 在我們開始求解前 在我們開始求解前 我們先來想像一下... 一件事情齁 就是...來... 我們先來想像一下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今天你在... 國防學院 然後...你開始走路 那...台灣是一個...就是... 台灣是一個二維 就是...台灣是一個...這個... 就是...我們在三維世界裡面嘛 對不對 你要找到台灣的最高峰在哪裡 那這個時候你會做什麼事情 Google Map 網高的地方 不要...你不能開天眼啦 不能用Google Map 對... 違分 不是... 你在台灣你違分 你現在違出來 你現在怎麼違 不是... 網高的地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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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你怎麼網高... 你網...那請問一下如果... 我們現在再...假設一下 我們先...假設你的眼睛要閉起來喔 你眼睛是閉起來的 然後你要怎麼走 你要怎麼找到最高的地方 你一定要想個辦法 網高... 採...那...哪邊比較高的地方 採一下對不對 好...那... 好... 這個...採一下我是非常同意這個方法啦 好不好 就是... 你...往...周圍探索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你往周圍探索 那你... 你走過去你就一定知道 到底是上升還下降啊 對不對 好...可以嗎 這個方法就是用這個想法來做的喔 我現在來跟大家講這個方法是什麼 這個方法的正確表述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 我們... 隨機的往... 一個方向走 走完了以後我們就算一下那個地方... 的...位置 是不是比我現在的地方來得高 或者低 好...就看你要求最大值還是最小值啦 你要求最大值就是看 有沒有比我現在的地方來得高 如果你要求最小值就是看 有沒有比我現在的地方來得低 如果你發現 比你現在的地方來得高 我們假設要求最大值啦 就是...你要找... 台灣的最高點 如果你發現 你新過去的地方 比原來的地方來得高 那你就前進 否則就回到原點再嘗試一下 好... 按照我現在這樣的說法 你們覺得... 你們找得到玉山嗎 找不到 為什麼找不到 來...這個會加分來 為什麼找不到 來...這邊有三個來你講 因為你爬上去的高點一定是最高值 好...你答得非常好 我們現在...這個就加一分了 這三個都加一分 好不好 厲害 好...他講的東西叫局部即時 就是...我再用台北市來舉例好了 你可能...不小心爬上了七星山 然後你發現啦...周圍沒有比他更高的地方了 對不對 那他是最高點的嗎 不是 他不是最高點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方法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方法...這個方法是不是... 這個bug是一個很大的bug 沒錯 那又怎麼解決這個方法呢 這個你們不可能想到了 來...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metropolis跟這個hesting 他們都很想到有什麼方法 他們想到的方法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如果我心踩過去的... 我...我現在是第0步 我的第一步比現在來得高 我就走過去 但是如果我的下一步 我的第一步比第0步來得矮 我有一定的機率還是走過去 只是這個機率啊 如果這個高低差越大 我就越不容易往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這邊舉個簡單一點的例子 如果今天...我的海拔現在是100公尺 我踩了下一步 變成101以上 我都會前進 我100%會前進 可是如果我... 踩下去的那個點是99公尺以下 如果是99公尺的話 我踩過去的機率可能就是99% 如果是98公尺 我踩過去的機率就是98% 那如果我下一步下降了100公尺 那我就絕對不會踩過去了 大概...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有...有... 就是...我給予...我讓他亂數一動 可是我給予我往下的時候 我給他一個機率 就是...我希望如果他... 這樣子你是不是就比較不容易被困在七星山上了 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 可是走得夠久就不會 因為... 因為走得夠久 你總是有機會 假設離開七星山需要兩步 就是...假設你一步的大小 是...一步的大小 就是...兩步就可以離開七星山 那...你...走第一步 因為海拔會下降 讓你只剩下10%的機率會走出下一步 那你是不是只要抽中100次裡面的其中一次 你就有機會離開七星山 然後...重新再找一下附近還有哪些高的地方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方法是一組的喔 這樣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喔 就是...我們... 這個方法會被困在局面幾隻沒有錯 所以他用了...他打了一個小補丁 然後希望... 希望我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我們把它寫成... 我們現在來解這個題目 我們現在來解這個題目喔 y等於x平方 我們到底要怎麼把metropolis testing algorithm 把它用到解這個問題上面呢 來...大家來看喔 我現在把它... 我現在來把它貼過來 來... 首先... Original Function就是x平方嘛 就是我要算出我的y是多少嘛 這樣可以吧 那注意喔 我現在的這個案例裡面喔 它只有... 它是在一個二維的世界裡喔 它在二維的世界裡喔 它在看... 我往前走跟往後走 它沒有辦法往左往右喔 它往前跟往後 看我的海拔高度有沒有上升 大概可以想像這個一個情境嗎 好... 接著啊... 有一個叫Random Walk Random Walk 就是... 我現在在這一步... 我的步幅到底是多大 我的步幅可以設... 我... 正負就是0.1 可以... 這邊隨便你設喔 你也可以設... 你也可以設比較大也可以設比較小 我們現在先把它當作是一個超參數 就是... 它可以大也可以小 好... 那我們... 這個... 這個... SET 然後我們這個SET 就是... 那個... 表示是一個... 那個... 隨機值而已 好... 接著... 我們從5開始走 我們從5這個地方開始走 5這個地方 現在算了X平方它是不是25 它顯然不是最低值嘛 對不對 它顯然不是最小值 好... 我們走1000步 我們走1000步 我們怎麼走咧 第一步 它就是STAR VALUE 從第二步開始我都確定 我都隨機走一步 然後就是... 這個隨機走一步非常簡單 就是正... 假如我現在在5 我就是在4.9到5.1之間抽一個數字 那... 它隨機抽完之後 我就會確認 這個... 我把oldX跟newX一起放到Original Function裡面 如果我們發現 這個... Original Function比上這個... 不是... 這個... 這個oldX來的大 數字來的大 因為我要找最小值 所以... 我就要請它回頭 所以請它變成oldX 反之我就用newX 這邊我還沒有打那個小補丁喔 就是我只是... 我只是很單純的就是... 看到變高我就往前 看到變矮我就往下 就這樣子而已喔 好... 然後我們仔細看一下 我們仔細做完這整串以後 你會發現... 來... 我們來看一下X的軌跡 好... 你有沒有發現... 它一路往下 然後... 往下到這個... 大概100的時候 它是不是一直往下走 對不對 然後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有時候會平平的 它有時候會平平的 這邊是... 這邊是... 這邊是這裡 我沒有把它跑完不好意思 再一次 好... 你有沒有發現它到0之後就不會動了 是不是很合理 因為它... 再怎麼走 它都沒有辦法再... 沒有辦法再找到最... 更小的了 對不對 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它這邊是鋸齒狀下降的 因為很正常嘛 因為它到了一個地方 它如果一直抽中 往那個... 高的地方走 它就會不會動 這樣大概有了解這整個... 走路的過程嗎 好... 接著... 你了解了以後 我們就把這個... 小補丁打上去 這個... 小補丁打上去的話 這個...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 就是... 我們要... 我的小補丁沒有放在這裡 我的小補丁放在這裡才跟大家講 好 我...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個函數設計成怎麼樣 其實不重要 重要就是我需要把下降的幅度 跟我的機率 要繪製出一個函數 就是我下降的越多 就是... 我反... 我下降的越多 我的... 我走那一步的機率就越小 我們只要... 欸怎麼了? 你有什麼問題嗎? 你說為什麼不用LOG還是什麼 沒有沒有 這邊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只是沒有想到 我是到這裡才去講 小補丁而已 因為剛剛有提到 好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要問大家喔 大家可以準備舉手啦 好不好 那... 好 這邊有個不服嘛對不對 有沒有人要講一下 不服大會有什麼好處 或會有什麼壞處 不服小會有什麼好處 什麼壞處 來 哪些人要舉手 就兩個 好 那就...你啦 就你 如果你不服大的話 你拿去 所以不服大就是壞處 所以不服大就是壞處 不一定有問題 不服大就是壞處 所以...好沒關係 所以我剛剛要你列出 不服大跟小的優缺點 你看起來好像比較喜歡 不服小對不對 還是...你要列出 不服大跟不服小的優缺點 比較容易找到目標是比較快的意思嗎 比較快 好比較快 好 但是咧 來缺點 好 這個大概值0.5分啦 這個不到1分 有沒有人要補充的 還是你要補充 我要補充 你要補充 你補充 你補充 蛤 哪一個想補充 你們把不服大想的太爛了 有沒有人要補... 你們想像一下台灣啊 你在走...你在走路啊對不對 然後你眼睛是蓋起來的 所以... 來 等一下這樣 你...你...你剛剛有講出這個優...優點啦 他很快啊 可是他還有一個其他優點 有一個優點 你們剛剛... 欸有了後面 來來來講 欸... 他講到你們沒有講到的啊 你們... 他剛好講的 他說那個大人會跨過那個... 假的... 他有了 那不然我們... 不然我們... 請同學裁判啦 你們... 我...我...我...你...你加1分好不好 後面那個加1分 我給我講 好...沒關係... 那...其他同學... 你們...你們...你們... 你不要舉手好不好 其他同學覺得他們值得加1分還是加0.5分 加0.5分的舉手 好...加1分的舉手 欸...好好... 你們... 人緣好... 那就加1分 可以嗎... 人緣好就加1分嘛 他們舉手是幫你們加1分 不是幫他們加分 好不好 欸...你們成員不錯喔 好不好 好... 那...那你們就加1分 我們就假設你們剛剛講的是對的啦 好不好 他就說會跨過那個3啊 你剛剛講說會跨過那個3啊 你剛剛講說會跨過那個3 我以為你在講是壞事 他就好像...他就幫我講話 蛤? 沒有...你就已經加1分了 不然你還想怎麼樣 對不對 好 我...我帶... 我用台灣來比喻 是希望大家真的去了解一下那個抽象的數學概念啦 就是... 大的好處是不容易困在局部幾值 大的好處...主要好處是不容易困在局部幾值喔 而且... 大家你想... 我再重複一下我剛剛的說法 我剛剛有說大就一定就是... 大步就一定是要走... 我今天... 射0.1就一定要走0.1嗎 沒有嘛對不對 是... 一開始在5 是4.9到5.1之間抽一個數值 所以你部服大... 其實也可以抽到小的數字喔 只是比較不容易抽小而已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 部服大的主要好處是... 大家想一下喔... 如果今天... 你的步伐... 你的步伐就是... 整個台灣島都走得到 就是... 今天你... 不管你在台灣的哪裡 你... 你的... 你的這一步的大小就是... 整個台灣島都可以到任意地方 一步都可以到任意地方 你只要走得夠久 是不是大概還是可以找到... 玉山在哪裡? 可以... 只是你可能要把每一個點都踩到而已啦 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沒有...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這步伐大... 他其實是... 他其實在找集職這件事情 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他會找到全局集職 他不容易被困在局部集職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 可以隨時到任何地方而已 是啊... 你不會被困在七星山上 你說在七星山上 你不誇到阿里山 你不誇到阿里山 至少他可以先到阿里山嘛 對不對? 對... 可是... 他有一個缺點 他其實是效率不高 他找的效率... 他... 他... 你都已經到很高的地方了 但你的效率還是不好 就是... 你現在已經在玉山旁邊了 結果你一步... 欸... 怎麼又回到七星山了 不過... 不過到七星山你不會前進阿 你只有很小的機率前進阿 因為你剛剛... 我剛剛有說往下只有很小的機率會動 對不對? 這樣可以動我的意思嗎? 對 好... 所以... 步伐大的... 步伐大... 對於最後... 優化其實不好 就是... 我們現在換個講... 步伐大的他其實是不緊急的 對不對? 你覺得... 如果今天... 你的步伐這麼大 你覺得你有可能真的到... 御山的那個三角頂上面嗎? 三角頂... 那很難嘛對不對? 因為你機率很低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喔... 等一下後面... 你們現在記住步伐大跟小頂有缺點喔 等一下後面我會教你們一個... 就是我會... 我們這個概念就會被用到囉 結果來說... 你就會發現... 在最開始的時候... 步伐大一點比較好 但是走一走之後... 步伐應該變小 走累了 蛤? 不是走累了... 是... 你已經大致搜索完成了嘛 你大致搜索完成之後... 你就要到最後去做... 最精細的... 修正嘛 對不對? 你們還記不記得我... 我... 我桑捷克... 你們記得... 我桑捷克講說... 我們在RU... 裡面使用MLE... 那個Function... 它用的方法叫什麼名字嗎? 有沒有人記得? 有有有... 來你講 馬可夫臉紅色... 有 我上個禮拜不是講這個名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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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講 什麼差距法 不是啊... 你沒人記得嗎? 沒有人記得 來你講 其實一個是天使的 不是... 不是我... 我上... 我上節課沒有教這個 我上節課說那個優化方法 其實一個是... 一個... 我記得最後一個是... 模擬 好你們沒有人記得沒關係啦 對... 他模擬退火法 模擬退火法 我上個禮拜講說在阿元裡面用到的是... 我上個禮拜講說在阿元裡面用到的是... 我上個禮拜講過 沒有... 沒有... 那等一下如果我們... youtube... 我都有錄音啊對不對 等一下如果我們翻出來怎麼辦 你先扣十分這樣可以嗎 你上次也是錄音很常關起來 但我確定這個有錄到喔 阿不然你要不要對賭嘛 對不對 我現在... 如果把那段錄音找出來 你就扣十分 sorry 阿不然你加十分阿 阿如果我對就加十分 不是 如果...如果真的找不到 就加十分 阿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找到了你就扣十分 阿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找到了你就扣十分 我很確定我講啦 好不好 我跟大家... 我跟大家講啦 就是... 我上課有講過什麼話 大概多半我會記得啦 對 那...聽的那個吸收率比較不好 這個我們大家都可以理解嘛 對不對 好 那... 這樣知道 為什麼你知道他要模擬退伍法了吧 因為他...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 他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 他們就從那個什麼... 呃... 就是...那種什麼... 就是... 那個... 溫度那種方法去想 溫度高是不是就是分子運動很劇烈 嗯 他們就是這個... 就是步伐比較大這樣子 然後隨著這個... 慢慢的... 時間越來越久啊 他的那個... 溫度就下降啦 所以他就這個... 這個... 步伐就變小了這樣 所以那個 模擬退伍法其實是... MCMC的一個... 加強版這樣子啦 這樣子啦 好... 欸你們現在有沒有發現... 你們這樣聽完那麼多之後 你們有沒有發現好像... 找集職好像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你們好像... 隨便亂... 沒有違分 這邊今天哪裡違分了 隨便亂得都懂 對不對 你們應該有發現就是... 其實... 是不見得要... 真的很懂數學 你們只要會想像就好了 你們只要會想像就好了 對不對 就可以...就可以求到極值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現在來把那個補丁打上了 好不好 就是...我剛剛說的... 那個機率的那個補丁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DATA弄進來 好注意! 我這邊DATA... 我X是PR Y是... 那個假粒子 我要用PR預測Y 對不對 PR預測K 好注意! 我這邊在做什麼事勒 我在用上次的最大概是估計法 把結果先預測出YHOT 接著把它丟進去裡面之後 取到一個... likelihood 對吧 然後把likelihood加起來 所以我在做這件事情喔 在這個Predition Function 它相當於是前面這個... Function的一個... 比較複雜版的Function而已 輸入的... 數值是BETA0跟BETA1 因為X跟Y是已知的 然後... 代入於任何一個BETA0跟BETA1 我都可以得到... TOTAL Likelihood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接著... 我們來做... START的BETA0是... START的BETA0是... 這個... 就是0 START的BETA1也是... 0 然後接著我們走一萬步 走一萬步 我們第一步的時候 就是... 起始值 接著... Random Walk Random Walk完了以後 做一個... 新的機率 跟... 舊的機率 跟新的機率 把這兩者相減 來注意一下 這兩個機率 這兩個機率 如果... 這兩個機率 新的比較大的話 這減出來是不是一個正數 正數... 正數 Exponential 正數 Exponential完之後 是不是一定是個大於1的數字 但是如果是負數的話 如果是負數就代表舊的比較大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接受 負數就代表舊的比較大 這個就一定是一個0到1之間的數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 你看喔 如果這個Different P 它如果... 我如果... 隨機的抽一個數字 從多少抽 從0到1之間抽 抽到一個數字 比這個來的大 我就回頭 我... 這邊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這個數字是大於1的 大於1就代表新的機率 比就有機率大 對不對 是不是就絕對不會回頭 如果... 比... 原來的數字來的... 可能會回頭 就可能會回頭嘛 那但是... 可是... 可能會回頭... 那個回頭的機率有多大呢 來我們想一下 如果這兩個差距很小的話 這是不是一個 -0.1之類的數字 如果差距很大 就是-1嘛 對不對 -0.1 exponential完之後 是不是大概就是 可能來一個 0.9之類的數字 你們覺得 要在0到1之間抽到0.9的機率 是不是就不是... 0.9以上的機率 是不是就沒那麼高 所以它回頭的機率 就不太高喔 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如果你這邊 差距很大 你就是一個0.1之類的數字 你要在0到1之間 是不是抽到一個 比0.1大的數字 那是不是就簡單多了 所以 這樣大家看懂 這一大串程式碼 它的概念 核心概念是什麼 大家不用 記住怎麼寫這段程式碼 機率 哪裡機率有0 可是你... 沒有... 0到1之間是... 你要抽中特定的數字 無限沒有 是... 無限分之1沒有錯 不可能抽中特定的數沒有錯 可是如果你要抽中一個... 0到1之間 你要抽中一個比0.1大的 那... 機率大概是多少 你覺得... 應該... 如果它是均勻分布的話 應該是... 90%啦 對不對 如果是均勻分布喔 如果是其他分布的話 可能就不是 可是注意啊 我在這邊... RUNIF UNIF就是uniform 就是均勻分布的意思 我這邊是從均勻分布裡面抽樣的喔 我不是從常態分布之類的抽樣喔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軌跡啊 來 大家看一下它的軌跡 它的軌跡 它軌跡長成這樣 這個是... BETA0的軌跡 它一開始是0嘛 對不對 後來... 它就走到了4之後 接著就開始微服修正 BETA1 它一開始是0 後來到0.04 然後又下來 然後最後在這裡 它有點收斂 好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 就是... 它是經過一陣子之後才開始收斂 經過一陣子之後 經過一陣子 因為一開始它在亂找嘛 對不對 之後它才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地方 所以說 我們通常會設一個BORNIN TIME 就是它還在找的時間 那你如果做一萬步 我們通常都設五千步 所以那五千步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那五千步 我們剩下的 剩下的從第五千... 零一步到第... 這個... 到第一萬步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數字大概就在... BETA0大概就在3.5到3.75之間亂串 BETA1大概就是0到0.15之間亂串 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 取得一個平均數值的標準差 這就是那個參數 它的抽樣分布 這就是那個參數的抽樣分布喔 蛤? 那個參數的抽樣分布 我現在講一下抽樣分布 是什麼意思 就是... 今天... 它... 它不會是... 就是如果今天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今天在七星山的山頂 你在... 不是... 玉山的山頂好了 你想要了解一下 這個... 玉山... 它周圍的... 坡度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它有幾種可能嗎 一種是... 它是一個很窄很窄的... 很窄很窄的... 這個... 風 這樣子你會... 這樣會有什麼特性 你不容易移動對不對 因為你隨便動一小步 它就叫你回頭 對不對 如果它是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 你就會比較容易到處走 所以 這個抽樣分布 如果說 你發現它是比較寬的 代表這一個... 函數 函數在那個地方 是一個比較扁的地形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 函數在那個地方是比較... 就是比較集中的 那它就不太容易亂走喔 所以... Beta0跟Beta1哪一個比較集中 你們看得出來嗎 看... 看... 那我們給大家加分看看不看得出來 欸... 來...三個來 欸...我們給...沒有... 我們給...沒有... 來...四個好來... 你...你講 Beta1 Beta1比較集中 Beta...為什麼 嗯... 2秒... 好...非常好 來...這四個都加一分 好不好 這個...講得非常好 我要你們思考啦 好不好 這樣知道了吧 所以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它那個形狀你們大概想像的出來吧 對不對 所以這個抽樣分布很重要喔 好...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抽樣分布實際上... 如果你學過統計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其實就是它的信賴區間 這個就是它的信賴區間 這個就是它的信賴區間 好...這完全等於統計上的那個信賴區間喔 不過...我們這裡因為很多大學生 他們現在還不知道什麼叫信賴區間啊 就是...因為我上節課說信賴區間 就是...就是...之前大家都沒有學好嘛 對不對 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欸...你看喔...直接用LN 求出來的數字其實差不多的喔 這樣可以吧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了這個... 這個 MC MC MC這個方法 你應該基本掌握了它的原理 這樣可以吧 好...那當然... 就是...你可以修正隨機算數 我練習1 練習1的部分是希望你... 就是...我等一下給大家大概10到15分鐘的時間 我希望大家把前面...至少這個要貼一下 這一串要貼一下 然後你換一個函數 你把Y等於X平方 你可以自己換掉 換一個你自己知道的函數 然後你應該知道它的極值是多少 你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夠找到極值 每一次都可以找到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試一下 三次方跟四次方 為什麼要試這個 因為它們有局部機質 如果你都試平方 平方的話 那它就只有一個機質啊 你就沒有辦法感受到 它會被局部機質困到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修正這個不符的大小 大家去試一下好不好 好...那... 那個...大家也可以試著 就是用那個隨機 隨著時間的進展 隨機... 隨機化程度會越來越小 這個就是模擬退火法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好...那...我們現在來... 這個...上我們今天的第二小節 今天第二小節是我們最後一個小節了 好...剛剛我說 MCMC 不用...就是... 學不起來就不用認真學了 可是T度下降法不一樣 T度下降法之後會貫穿我們整個學習的課程 並且...跟大家講 如果你像學習...想學深度學習 還是要用T度下降法來解 然後我再跟大家講為什麼 因為整個深度學習技術啊 因為整個深度學習技術啊 它全部都是基於T度下降法 來... 來...就是... 這就是它的基本原理啊 你說...為什麼我們能夠訓練一個... 那個...神經...那個... 那個...什麼... 這個... 這個... 它的那個參數的優化 都是用T度下降法做的 所以它真的很重要 好...那... MCMC跟T度下降法 最大的不一樣在哪裡好了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MCMC是真的隨機動 就是我...你可以把它想像 我們在台灣地圖裡面 我們是閉著眼睛走路的 可是... T度下降法相當於你是把眼睛打開了 你可以看看你的周圍哪邊比較高 然後直接決定... 你要往哪個方向走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這個... T度下降法 它是一個比較有效率的方法 你們大概都可以... 你們大概都有聽過... 說什麼... OpenAI訓練Trail GT 什麼... 用什麼...幾億的電腦 然後要訓練好幾個月吧 你們大概都有聽過吧 你們如果有聽過這件事情 你們要想喔... 它...是用T度下降法做的喔 所以如果... 它想要用MCMC做的話 那我不知道多久了 大概... 鐵定是效率極低啊 大家可以想像啊 好... 那... 你要... 睜開眼睛看世界 那你勢必得付出一些代價啊 對不對 等我一下 欸... 好...我們繼續做 那...我們... 那個... 你想要睜開眼睛看世界 那自然是要付出一些代價的 那個代價就是要微分啊 就是... 你要知道你附近的波度嘛 對不對 你要知道你函數附近的波度 那... 微分 就是你唯一能夠依靠的方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函數的求解過程啦 就是... Y等於X平方加2加1 這個... 導函數長成2加2 這個大概我想... 就是... 不需要我特別去講解了啦 大家應該都會解 好... 導函數的定義是什麼咧 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導函數的定義就是 X每增加一個單位 那... 他的... 就是... 他的... 應該說斜率的單位是 X每增加一個單位 Y改變的量 對不對 那... 導函數的意思就是 切線斜率函數 在... X在那個點的時候 他的斜率到底是多少 好... 這樣可以了解一下 那... 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 斜率為正 代表是不是 往... 右走 就... 數線上往右走 數字會越來越大 好... 所以... 這個... 這個事情大家... 這個... 這個關鍵大家要記住喔 那... 所以... 如果我們想要找一個 函數的最小值 我們的下一步 我們的下一步 是不是都可以 減掉斜率 我們還是要隨機移動 我們不是... 我們不隨機移動啦 我們還是有個起始值 可是如果我們每次都走 我們每次都走 我減掉斜率 的那個步驟 減掉斜率 代表的是 如果我斜率為正 我是不是就... 會變少一點 我是不是就往左走 那... 如果斜率為負呢 代表的是 呃... 往右走會往下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 因為我減掉一個負數 我是不是就... 往正的地方走 所以... 梯度想法 核心 思想就是 梯度 我先介紹梯度這個詞 啊... 梯度這個詞 其實就是斜... 其實就是斜率 切線斜率的意思 可是啊... 在... 這個... 就是在... 一維的時候 它有切線斜率 對不對 二維以上 我不是說偏維分 沒有 偏維分你怎麼 拿來切線斜率 那你們那個時候 不是喊了一堆奇怪的名字嗎 什麼切面斜率 對不對 好...我直接跟大家講 數學上它實際上有真正的名字 它就叫梯度 那梯度的英文叫Gradient 好...這個... 這個... 梯度下降法 就是... 沿著梯度往下 就是每次... 我的下一步 都是現在這一步 剪掉梯度 我一直剪掉梯度 我就會找到... 最...這個... 就是... 最小值在哪裡 好...那... 有沒有梯度上升法 當然有啦... 就是你想要求... 最大值就是梯度上升法 這樣可以喔... 好... 這個...這件事情... 大家要記住喔... 好...那你... 用這種方式 有一個洗死值 然後沿著梯度往下走 好處就是... 好處就是... 你... 不用解連立方程式了 對不對 解連立方程式很煩啊 欸怎麼了 為什麼機器學習要找幾值 這個... 我以為我前兩節課有... 有這個... 有很好的說明 不過... 就是... 同學有這個問題 我才真的非常好 我覺得... 因為其實你沒有搞清楚 為什麼要這個... 我現在好好講一次啦 為什麼機器學習 為什麼我們這堂課 花了... 不知道多少時間 在求機制 因為... 我們一開始 我們想...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希望... 找到... 我們如果要用爸爸的身高 預測... 兒子的身高 我們希望... 找到一條方程式 那條方程式要有什麼特性 要準 最準的 我們現在講虛幻一點 要準的嘛 不然的話 我也可以隨便給一條方程式啊 爸爸的身高 爸爸的身高 乘以0.9 加... 呃... 加20 這就是兒子的身高 我也可以隨便給啊 對不對 那... 所以... 你... 準這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要先定義 要先定義 到底我們要怎麼預測 我們爸爸的身高 預測兒子的身高 他的... Function Set 應該長什麼樣子 可以是 y等於... beta0 加上beta1 x1 也可以是... y等於... beta0 加上beta1 x1 加上... beta2 x2 x1 也可以這樣子 怎麼樣設計都可以 就是... 我還沒有教大家... 就是... 我們在第10課以後 會教大家好好設計 Predition Function 就是Function Set 我... 我... 我記得我在醫學科技 就是心智導論的課 我有講 一個好的Function Set 是怎麼樣 它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 對不對 所以... 如何設計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 這件事情是一個大學問 這個我們到第10課以後好好講 可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你已經有一個Function Set 那下一個問題 你希望準嘛 對不對 那準這件事情 你可以用 Loss Function 來定義 或Cost Function 就是損失函數來定義 這個損失函數 我們在上一節課說 我們可以用最大概事故技法 來去定義它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 接著你就可以... 你接著要找出的就是 損失最小的 或者是準度最高的 所以你其實在求幾值 所以我這樣有回答你的問題 有聽沒有懂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大概講一下 或者有沒有同學可以幫他補充一下 我這樣表述 有沒有哪裡是比較... 不清楚 不容易懂的 找誤差最小的 找誤差最小的 那個東西不見得是誤差喔 你如果用最大概事故技法 你如果... 你也可能是求... 機率最大的 就是我們現在不要再講誤差這個東西了 就是你不要被那個... 先進回歸那個... 就是... 現在我叫你求殘差平方盒最小化 你就覺得說老四都是要求殘差平方盒最小化 沒有喔 之後我們... 我們下下節課就會教大家一些新的損失函數喔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就是... 所以... 我們重點是我們希望找到一個... 最準 或者是... 這個... 或者是... 損失最小 或者是什麼 那... 總之... 我們要找到那個... 那個... 最怎麼樣... 聽起來是不是就是... 一個找極值 就是一個極值 所以... 其實我們都在找... 其實為什麼我們都在找極值 就是這個原因啦 這樣你有... 可以接受嗎 還是... 還是不能接受 差不多 還有沒有人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花那麼時間... 花那麼多時間... 要教大家如何求極值 真的嗎 沒有人... 沒有人都有問題 我就假設大家都沒有問題 好不好 那沒關係啦 就是等一下如果不好意思問 下課了之後 我們花一些時間留下來 那個... 大家看一下 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是核心啊 好... 那我們繼續來講一下 那我們還有什麼求極值的方法 也就是剃度限量法 剃度限量法 剃度限量法 我們... 這個... 這個... 解連力方程式 不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剃度限量法的過程 來... 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現在隨機有一個起始值 舉例來說是15 你知道要射多少都可以 好... 接著... 標準的... T度限量法的... 方程式寫的這個樣子 X的下一步 X的第1步 等於X的T-1步 的位置 減掉LR 乘上... 這個LR是learning rate 這是一個超參數 learning rate 乘上... 斜率 這就是斜率 這就是斜率的意思 你把數字代進... 你把當下位置代進倒行數 就是得到斜率 對不對 或者我們現在換它一個名字 叫T度 減掉LR才以T度 那LR... 0.05 代表的是什麼 斜率是... 10的時候 我就只走0.5 我就只走... 我的大小就走0.5 斜率為20的時候我就走... 1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LR是一個控制不符大小的... 一個參數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我們現在... 對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 就是... 蓋... 就是把那個... 需要... 你不知道數字多少是最好的... 這種東西 我們就叫超參數 在... 之後的課程裡面 我們還會學到很多... 不同的... 呃... 綠測方程式 它有很多不同的超參數 需要調整 就是... 你... 你在這個... 呃... 我這樣講好了 這個... 在以前你們要求先進回歸的時候 或是數學的時候 因為有解析解 所以你們從來沒有聽過什麼... 這個調整一下參數 然後結果會不一樣 你們從來沒有聽過這件事對不對 可是從今天這節課開始 你們感覺出來的 我們求的是近字解對不對 所以... 今天... 梯度下降法 這個東西至少有兩個超參數 是可以調整的 一個是起始值 起始值是多少 直接牽涉到... 它如果... 它會不會... 容易被困在局部幾次 你把它想成... 我們現在在台灣地圖 如果你的起始點就是南童 那你容易被困在... 你會被困在1200... 1200... 高度1200、73 或只是相同高度的山峰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那邊到處都超過1200了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起始值是在基隆 我覺得你找到1200已經很不容易了 這樣可以了解 所以起始值也不容易決定 決定起始值這件事情 就是... 決定起始值這件事情 也是... 就是... 如果你以後要做深度學習的話 這也是一個大學問 決定起始值這件事情也是一個大學問 當然我們現在可以用隨機的啦 但是以後這也是這個大學問 然後接著... learning rate 大小 不符大小 這也是一個超參數 這個超參數的意思就是 我其實不知道多少是最好的 我可能要經過很多次的實驗 我才有辦法得知哪一組是最好的 下一節課我會跟你們講整體的實驗流程 你要怎麼做 這節課我還在教你們數學的部分 下一節課就會到實驗的部分 所以你們的期末報告 你們會發現 你們期末考的時候 不是說叫你們建立一個model嗎 你們會發現 那個model 我總共可能會交個十個 十個... 十個演算法 你們大概十之八九 就是從裡面挑幾個... 一兩個 那接著你們就在比 誰挑超參數比較厲害 接著你們大概... 大部分人大概都在做這件事情 有些人就是會找到一組超參數 讓這個模型訓練的最好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 隨便找一些人 或用divorce 他可能就訓練的比較不好 你可以把超參數想像成 你現在要生一個小孩 他應該在5月5號生啊 還是6月6號啊 他的星座是什麼啊 大概就是調整這些參數啊 你隨便調 你調的夠多 你一定是選最好的一組 對不對 那你就比較容易... 你調比較多的話 相當於生比較多兒子啊 自然就會有個成才的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你只想生一個兒子 那你... 你就要好好的選... 選定超參數 這樣可以嗎 好 那當然超參數的選擇啊 該是多少什麼的 這個當然啊 你隨著你數學知識的增加 隨著你數學知識的增加 你會發現他們其實是可以... 大... 你可以去用你的數學知識 縮少... 縮減... 搜索超參數的範圍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這個標準的這個... 方程式 我們把10代進去 把10代進去 因為10是第0步嘛 對不對 10代進去了以後 減掉L啊 乘上把10代進導含數 導含數是2X加2嘛 對不對 代進了以後 所以下一步 第一步的結果是8.9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應該可以接受吧 接著 第二步咧 來 8.9 減掉LR乘上 把8.9 帶進我們的導含數裡 對不對 結果你會得到多少 7.91 對不對 1此類推一直帶下去 你最後一定會到負1的 到了負1之後他都動不了了嗎 有沒有人要回答這個問題了 到了負1之後他都動不了了嗎 動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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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動得了 好 我直接跟大家講答案 到了負1他就動不了了 為什麼動不了 來 你 你講 你講 舉手了講 好非常好啊 那個 你加1分好不好 這個 蛤 他舉手了嗎 對不對 你這樣 你是表達 你是表達你持續舉手的狀況嗎 哎 你已經加夠多分了 他加1分了好不好 那個 大家注意一下喔 T度下降法 因為他減掉的是T度喔 對不對 所以當T度等於0的時候 他會不會動 他不會動 對不對 所以說 當T度下降法的 點頭卡遇到極值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停下囉 他就會自動停下囉 所以 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這個 這個 二選一啦 二選一 好不好 這個 請問大家 這個 大家不要講話好不好 不要講話 這個 請問一下大家 T度下降法 會不會被困在局部極值 會的舉手 好 不會的舉手 好 剛剛舉會的全部都加1分 好不好 啊那個 因為 人有點多 我不知道誰有 誰有舉 誰沒有舉啊 同學互相兼舉啊 好不好 同學互相兼舉啊 好 所以就是 T度下降法是會困在局部極值的喔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喔 為什麼他會 因為很明顯的嘛 因為他看到極值 你看到局部極值 他T度就0了 他就動不了了嘛 對不對 好 在沒有打補丁以前的T度下降法 是 會困在局部極值的喔 有沒有什麼方法 讓他 比較不會被困在局部極值 這個一樣 後面還有很多數學 我們要教啦 我跟大家講一下 那 這個學期我是不會教你們 如何 打這些有什麼人的補丁的啦 因為 呃 我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一下 那個下個學期 我要上個神度學期 你會發現 呃 這個 數學啊 大家要不會的東西還有很多啦 這個 還有很多東西要 要加這樣 所以說 這個 呃 目前 我們T度下降法就是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 困在局部極值的問題 可是啊 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件事很重要的 我們有沒有必要 找到全局極值 找到全 在我們的情境裡面 我們做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今天 你再解一個數學題目 你再解一個數學題目 題目問你說 請你找出這個方程式的全局極值在哪裡 你用T度下降法解 那 十至八九 你大概不會解到正確答案 對吧 可以接受 可是我們現在的前進是什麼 我們要找 一個 方程式 可以 用 你的Input 預測 你的Output 然後預測的很準 對不對 預測的很準 請問一下 在我們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你覺得 有沒有必要找到全局極值 好 你講 不用 為什麼不用 每一個 部分 只要是想對 面對 大家同意他的講法嗎 同意 同意嗎 同意嗎 好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他講的蠻好的 就是 因為 那個凡數 那個損失凡數是什麼 損失凡數就是你的誤差 對不對 你不是找到全局極值 你找到局務極值代表是什麼 沒那麼準 不是最準 可是 是不是準 至少比旁邊的準 這樣聽懂我意思吧 所以 你們知道 為什麼 之後要調超參數了嗎 因為 因為 你們在隨機調一調起始值 隨機調一調 Rending Rate的狀況之下 你就有機會找到全局值 對不對 你就會找到一個 比人家更準的 可是無論如何 你最後都會優化出一個局務極值 你也不知道哪一個是 你也不知道 你現在手上的局務極值還是全局極值 所以 這個 所以為什麼超參數要多調 本質上的在做這件事 那你真的沒有調 你就是找到其中一個局務極值 那他還是有一定的預測能力啊 不代表他就是 不能用的喔 他只是沒那麼準而已 好 你就 加一分啦 可以嗎 你到底加了幾分 等下找就要看一下好了 你會不會不用教作業啦 好 還是教一下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用R原實現T2向樣法 這個 我們需要 先計算Differential function 我們要把Differential function 先計算出來 然後把它寫出來 這個辦法 我們才可以用T2向樣法 因為我們要開眼 對不對 我們要開眼了解到我們周圍的 高低落差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來進行一下這整個實驗 來看著 我來解釋一下這整個過程喔 Differential function是2X嘛 來 StarValue是5 RendingRate是0.1 做1000代 來看著喔 第一代的時候就等於StarValue 接下來 下一代等於上一代的結果 減掉RendingRate乘上Differential function 把數字帶進來 非常簡潔 跟我剛剛做的事情完全一樣 對不對 好 來看結果 結果當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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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意思是7.6乘10的-9的7四棒 所以它已經幾乎是0了 基本上它就是答案 來看一下 我們來圖像看一下 它的軌跡這樣 一開始是5 接著會慢慢走 它越走會越小步喔 越走越小步合理吧 因為梯度越來越小了 所以它越走越小步 走到這裡它就不會動了喔 這樣可以吧 來下一頁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的LendingRate調高 注意這個LendingRate 這邊的LendingRate 它是Fixed對不對 它不是Random的喔 跟我們前面那個RandomWalk那個不一樣喔 它跨過 你說什麼跨過 你說這個是不是 對喔 大家看喔 你如果LendingRate設的太大的時候 你可能會出現這種事情 我以為我要往小的地方走 結果因為我一步太大 結果 我直接一跨 我反而跨到比本來還要高的地方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梯度相反 它不會去檢查 它不會去檢查 到底 這一步我現在的位置跟下一個位置 到底誰比較高 它沒有在檢查這件事情對不對 所以它看起來 LendingRate設的太大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有可能被這個問題給干擾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欸 你們現在是不是 呃 當然啦 這個LendingRate是要好好調的 你可以調很多個嘛 你可以生很多個兒子嘛 對不對 你可以 6月1號生一個兒子 6月2號再生一個兒子 6月3號再生一個兒子 對不對 那看一看哪一個兒子比較成才啊 對不對 你夠厲害你可以這樣搞啊 對吧 那 那個 那你 怎麼樣可以夠厲害 因為你的算力夠強 算力就是你的運算能力夠強 你的運算能力夠強 你的運算能力夠強 你就可以試100個model 然後看看最成才是哪一個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現在為什麼 現在為什麼那個 AI伺服器的股票 漲個亂七八糟 對不對 大家可以了解了嗎 因為所有的公司 為了要找成才的兒子啊 都在 都在 不斷的堆自己的算力啊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教了T路線量法 我們也教了MCMC 對不對 我相信聰明的你 一定馬上就想到 其實這兩個方法各有有缺點 對不對 它好像可以結合 舉例來說 我們以T路線量法為主的話 你是不是發現第一個 他Landrate不會動 對不對 那他可不可以像MCMC那樣子 或甚至像模擬退火法那樣 讓他的 學習律師會動 可以吧 第二個是 他不會確定自己是 往下走還往上走 你以為 斜律的反方向走 就一定會 往下嗎 不見得喔 不見得喔 對不對 你們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想像一個 情境 大家可能要看這樣的一個 就是看我的 就是 我現在演示的 如果 因為他 因為 切陰斜律 這個 梯度是什麼 他只能夠是X軸的 這個 忽略Y軸的 X軸的切陰斜律 跟 忽略X軸的 Y軸的切陰斜律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可能 他告訴你 這邊是往 這邊往下 這邊往下 所以你就要往這個方向走 對不對 你相當於 因為 他告訴你X軸的 X軸的梯度是 X軸的梯度是 負二 Y軸的梯度是負一 那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就相當於 要往X軸走 假如說你 那個 學習率是0.5 你是不是相當於 往X軸走 E 往Y軸走 0.5 所以你是斜的走的 對不對 其實你是斜的走 蛤 我剛剛 隨便舉個例子 0.5 好不好 我只是 跟大家講 你 你 得到的梯度 其實是 某一個方向 360度角裡面 90度跟0度的 切線斜率而已 你其實不知道 45度的切線斜率 可是他指引你的方向 其實是 斜的走的 他指引你的方向 是斜的走的 所以 有沒有可能 你走的下一步 反而比本來的地方 還要更高 有可能 那地形稍微奇怪一點就可以 對不對 對啊 你中間凸起來 你很容易就想像出那種地形 對 所以說 T2下降法有非常多 值得 就是 如果你學會這麼多 囚禁事件的方法 你會發現 你可以把很多個 囚禁事件的方法 把它融合在一起 你又發明出一個 新的演算法 這個 不值得諾貝爾講 我只能告訴大家 你們 大概 你們 現在 那些 訓練資工系的 高中同學 他們大概 都在做這件事情 想辦法 先學一堆演算法 然後想辦法 把一些 結長忽斷 發明一個新的演算法 這樣子 那你們現在有沒有覺得很難 你們應該不會覺得很難吧 你們覺得蠻難的是 你們還沒有開始 開始做啊 你們如果足夠理解我剛剛講的這兩個演算法 我才剛才講兩個而已 對不對 你們就會發現 其實 要把他們組合在一起 其實沒有想中那麼多 對不對 就算程式寫不出來 但概念可能你想不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而已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呃就是 呃 兩個元素以上的這個 梯度下降法 這個時候就真的叫梯度 這個時候真的不能叫切恩邪律 這個時候就叫梯度 好 那配方法 你會得到正確解答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用梯度下降法 我們要怎麼解 導含數長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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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度下降法 公式 兩個 參數就分開列 注意喔 你有幾個參數 你就分開列幾個式子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跟90度沒有關係 就是他分別優化 可是 注意喔 這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要同時輸入 上一代的A跟上一代的B 這件事情可以了解 因為你要算當下的斜率 你仍然要把當下這個點的所有狀態都告訴他 他才有辦法算得出來 當然 這個函數裡面是剛好沒有B存在 剛好沒有B存在 可是 如果他有B存在的話 你必須要把B也帶進去 而且是當下這一代的B 為什麼是帶當下這一代的B 這件事情大家要想像他的數學率 因為導含數 我在當下這個點的時候 我看0度的斜率 跟我看90度的斜率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當下這個點的所有資訊都給 那個導含數 你才有辦法算出 當下這個點的斜率喔 之前有同學會問我說 為什麼這裡是輸入 上一代的 上一代的結果 主要原因是這個喔 從數學的角度來看 這樣你就不會記錯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現在 導含數是 導含數就是你當下的T度的函數 然後 你現在在這個點 你的坐標 就要給他 他才有辦法算出來啊 如果你給的是下一個點的坐標 那他怎麼可能算出這個點呢 寫那個T度是多少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大家記住 這裡是在上一代的結果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下結果 來 第一 0開始 0-L 乘3把00帶進來 好 結果0.4 B也是一樣 帶進來 來0.2 所以不是 不是這個點算出來了以後 我就要把這個點的結果帶進來喔 記住這件事情喔 這個常常有 就是常常有同學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在這邊我已經算完A了 我不把新的結果算放進來 為什麼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請你仔細想想 導含數的數學意義到底是什麼 當下這個坐標 對他數學不好 但是我沒有說是哪個同學啊 你也沒有同學問啊 對不對 我只能說就是你的學長數學不好好不好 你要不要去找你的學長 講一下這個話 不用 不需要跟學長證明一下自己的數學 好 沒有關係啦 這個 好 這樣大家可以感受到T2現象法的威力了吧 你可以 可以 透過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求出他的極致 而你只要求微分 求完微分之後 你就不需要求聯力方程式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接著練習題來了 這一題我希望你們 所有人至少可以親手貼過一次 那個等一下後面的程式 然後你們可以把XY換掉 然後跟LM這個函數去做一下比較 來我要跟大家講一次 這是現金回歸的預測函數對不對 這個是現金回歸的預測函數 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第四課的時候我有講 對不對 這是現金回歸的損失函數對不對 殘差平方核 一樣第四課我有講 這是整合式 這是整合式 這個我上第四課的時候也有講 沒有錯對不對 好 對整合式求Beta0的微分 跟Beta1的微分 這一個我第四課也有完全去講說 完整的求解過程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就假設這個結果是對的啦 這就是Beta0的微分 那個T度 這就是Beta1的T度函數 好 你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隨機給個Beta0跟Beta1的起始值 然後做T度限量法 你可以先用這樣的一組XY 這樣的一組XY這個案例我們用過很多次了 Beta0求出來是5.3 Beta1求出來是0.9 你可以換數字 然後這邊我已經幫你把導函數寫好了 我已經幫你把導函數寫好了 導函數跟上面是長一模一樣的喔 你需要做的只有寫一個回圈 寫一個回圈 把這個東西Apply進去 看一下最後是不是可以得到5.3跟0.9 好不好我們試一下 我希望這一題我會給大家拖一點時間 寫一個回圈你可以去前面抄阿 你可以來這裡抄阿 你可以來這裡抄可以嗎 那你如果因為程式能力不行 不會寫回圈沒有關係 你就直接去看答案好不好 直接去看答案 感受一下為什麼答案這樣寫 這樣可以嗎 因為這個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T2下樣法最重要 今天這節課最重要的是 教大家懂原理 因為你們之後會發現 我要做邏輯思回歸 或者我要做先進回歸 我要做先進回歸 你明明就有LM這個函數可以用 你為什麼要用T2下樣法 你為什麼要去求偏回分 你們是不是覺得有LM這個函數 你們就用就對了阿 我跟大家報告沒有問題 在大學的課程裡面 在大學的課程裡面 重點是 你們要會用那個工具 大學的課程不可能說 今天TrackGT就已經出來了 以後大家寫作業 自然就是會用TrackGT先寫一次 然後你再去做一些修正 以後你要寫什麼文案 什麼計畫 那勢必也都會這個樣子阿 那個工具就會在那裡了 如果已經有人做出輪子了 我們真的沒有必要重新再發明一次輪子 對我們站在輪子上面好不好 所以阿這個 所以我跟大家講 今天這節課包括前面教的這些理論 用不到 可是我剛剛已經講 如果你懂數學的部分 會減少你未來在搜索超參數的時候 你的搜索範圍 你們之後幾節課就會感受到那種感覺 那我先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一下 那我想就是大家可能對T2下方法 有些人程式寫得出來 有些人寫不出來 不過就像我剛剛強調的啦 就是他程式阿 就是看如果你理解概念 你程式有一些稍有基礎的話 你應該不會覺得太難 那不過就是如果寫不出來沒有關係 就是因為從下節課開始 我示範我練習的時候 我還是會用 就是我上課的時候 我還是會用T2下降法 因為我想要 我從下節課開始 我教你一個新的方程式的話 我想要中間沒有任何 混水摸魚 就是你看整個過程我們都解出來了 對不對 最後我再教你用套件去做 就是再教你用簡單的函數去做 LM就是簡單的函數阿對不對 就是反正我上課不喜歡混水摸魚阿 我不喜歡說這個 這個 欸這個 我們現在開始教你一個東西 啊這個可以用什麼 啊就這樣啦 我不喜歡這個樣子 我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從頭到尾都講得非常清楚這樣子 那 呃 所以 之後幾節課 T2下降法部分是 我會用到 但是 原則上你是不太需要學 應該是只需要懂原理就可以 這樣可以齁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來做一個課程小節 來這個 T2下降法是目前最有效率的求解方式阿 那 他有一個缺點 唯一一個限制 就是保證 每一個參數都是可以被求倒的 這是他最重要的限制 他應用最廣泛 現在你眼前 現在幾乎 我們都可以同意 這個媒體上都有講 我們基本上就是處於一個被深度學習統治的時代 對不對 現在什麼了不起的應用 你會發現都是深度學習Base 對不對 深度學習 百分之 九十九點九九吧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搞不好真的有沒有 百分之九點九九都是基於T2下降法做的 那 我 我還沒有看過不是 我還沒有看過不是的 但是搞不好用 所以深度學習的 沒有 所以深度學習的Prediction Function 他是 他就是有導的 他最大的限制就是有導 這樣可以了解 但是有導這件事情 有 函數有導這件事情其實不難 因為有導的函數跟有導的函數組合起來就是有導 因為你有連鎖運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你深度學習 你只要限制你的Prediction Function 都是一堆有導的函數的組合 那他整體就可以導 只是比較難導而已 那其實也還好 好 因為其實 因為連鎖率其實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連鎖率 讓我們只要能夠 會分開求導函數 我們就可以求出組合函數的導函數 對不對 那分開每一個函數 我都可以預先在程式裡面先寫好 這個 這個 1的x四方 的導函數 就是1的x四方 對不對 我說1是abcd的1 對不對 這個 log ln x 導函數就x分之1 我可以全部都先寫好 然後我在 程式裡面再讓它乘起來就好了 因為導函數 連鎖率就是用乘的 所以 求導這件事情其實沒有很 其實沒有很難 只要我們不要寫一些奇異個怪的方程式 就不會很難 我們自己限制自己 就是只用這些方程式就不會很難 好 那 這個是核心 就是你要先建立一個預測函數 接著再建立一個損失函數 我們下一節課開始 我們在這一節課以前 教大家都是現行回歸 input 是input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有多重input 有多個input 因為我們現在會矩陣的對不對 所以input可以有多個 並且 類別變數也可以 類別變數就是要變0跟1 對不對 然後 連續變數也可以 那 y呢 y目前只能預測連續變數 我們還不知道怎麼預測0跟1 不知道怎麼預測幾率 不知道怎麼預測多分類問題 甚至不知道怎麼去預測過多久之後會死 那個data非常特別 對不對 這個我們在下節課下下節課下下下下節課 分別就會交這三種data的處理方式 y 我們會把y改掉 就是把預測函數的左半邊把它改掉 然後去教大家怎麼求解 那損失函數 每一個y都有一個對應的自己的損失函數 到時候會順便交到 這三節課交完了以後後面就會再教大家改右半邊的 現在是beta0加beta1x1加beta2等等 對不對怎麼了 為什麼要改y 因為現在y只有 y只有 y只能夠是一個連續變數啊 還不能是01啊 你覺得可以嗎 就是 我們的data不是長這樣子嗎 我們data不是 我們的data是不是長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data長這樣嘛 這個是一個連續變數嗎 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個三分類的任務 三分類的任務 那 這是不是一個二分類的任務 那這個過了多久之後會死 這些東西我們都還不會預測啊 不然你現在告訴我這個怎麼預測 你不能講這麼虛幻啊 你要講出數學啊 對不對 反正過幾節課我就會跟你們講這邊怎麼 我們預測啦好不好 好 那就是 不過大家記住的就是這兩個是核心 這樣可以 然後接著 T2限量法求解 接著就收工了這樣子 好 那 深度學習技術完全就是基於這個技術產生的 不過 這學期的課程 上的 深度學習只會碰到一點點 因為我們還是會先教大家比較廣泛的 就是數值預測的部分 深度學習跟記憶學習最大的差別在於 記憶學習的演算法是1990年代左右發明的 這些演算法在處理 這個在處理就是 就是你的方程式的右手邊是一堆數字的時候 效果非常好 事實上深度學習的技術在 我記得1986年就已經出來 但是在1990年代的時候 他已經被證明了 在預測數值變數這件事情上面 他表現的其實沒有記憶學習的 美國人來的好 我之後還會教大家很多記憶學習的方法 而他真正 深度學習現在統治世界的地方 並不是數值預測 你看他統治世界的地方是 他會講話 對不對 他會看圖 這一些是記憶學習方法做不到的事情 而深度學習方法是做得到的 所以這才是他厲害的地方 那不過 所以反正這節課 這一個學習 我還是會先教大家數值預測的部分 就圖像啊 那些會 下個學習你們有興趣再來選就這樣 那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啊 也有選擇 那些最了解 然後 按下 感谢观看